4月25号 据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公示栏显示 蔡徐坑被诉告上海伊海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委托合同纠纷一案 将于近日上午9时在第14日法院公开审理 蔡徐坑2017年单方面与公司解约 此次起诉是针对原公司的霸王条款 在3月12日的审理中 被告方提出反诉 要求蔡徐坑赔偿5000万违约金 肃清有逻辑问题 要求不解约和要求解除合同 赔款5000万相互矛盾 法院要求其明确肃清 芒果的新闻 相信法律会做出最公正的决定 好到